文副业青年们,整理KLAB,联合出品Odaily星球日报。 美国《纽约时报》专栏作家麦瑞克·阿尔博曾在他的双重职业艺书中,提出了一个概念slash中文翻译成《邪告青年》,是一位邪刚并非是你全职一份工作,而是身兼多职,随后这个概念流入中国。 前几年邪刚青年火爆一时,近两年,以这个标签字居的人好像没那么多了,但我们却发现,身边的很多人好像都有另一个身份,这个身份与他的本职工作也许无关,却常出现在下班后,分组可见的朋友圈,与私密朋友的饭局里。 好像在这个时代,人人都想要成为所谓的鞋杠青年,而落到现实,就是每个人都在寻找自己的副业。 三十六个Club联合领先的区块链媒体的Daily星球日报,采访了一百位不务正业的年轻人,他们中,有粉丝,二百多万的音频主播,有从业余走向职业玩家的得扑选手,也有副企业的基层政府公务员。 通过调研和采访,我们对受访者年龄、副业收入,是否会成为主线,关于副业的建议等八个方面进行了总结,并处理出他们副业故事中的特点和关键点。 当然,量本较小,更多代表了三十六个读者的副业面貌,送给短同身受的你,或是月月运式的你,副业青年通常都多大。 在我们的受访者中,90后和95后占到了近期城,但也有百分之九的八十五千人群三十岁以上,年轻人在寻求业外收入和更多的成就感,中年人也在寻找职业的突破点,他们的副业都做得怎么样? 我们将受访者的副业进行阶段分为了准备期、起步期、拼颈期、成熟期。 成熟期意味着该向副业从收入稳定性上都进行得不错,但其实只有25%的受访者达到了这个阶段,更多的人还处于副业初期。 副业真正结吗?与副业阶段类似,绝大多数受访者的副业收入都抵不上主业收入,仅有16%的受访者完成了副业收入对主业的半超,他们会为了副业放弃主业吗? 对于副业在未来是否会成为主业?两种生意,高下难分,纵然大多数受访者副业的现状并不理想,但仍然希望有机会一次为主业,但也有一半的受访者认为,副业保持一个小而美的状况就不错,主业才是更稳妥的人生主要选择。 他们是如何开启副业的?受访者都是怎样开展副业的呢?他们开展副业的关键因素是什么? 有45%的受访者是兴趣驱动,值得注意的是,有26%的受访者是通过学习新技能进行的副业,其中包括区块链,人工智能,代码编程,聚尼等,这说明认准新趋势,打磨新技能,也是开展副业很重要的一个关键点。 而背着吉他的蝙蝠女侠90后,主业,前空姐,副业,音频主播现主业,2013年11月16日,我第一次使用荔枝,上传了第一期节目,而那时候我还在国行陪训,刚刚毕业的我选择做了一名空姐。 我大学时期就做过广播台的主播,但说实话13年录节目时,我从没想过有人会听,也没想过把它当作副业。 那只是一个爱好而已,第二年立志和我签了一个独家的协议,开始发报节目补贴,这大概才是真正副业的开始吧。 也是14年,6月1号,我第一次拿到了热门榜单第一,那个时候,我突然意识到自己成功了,然后到现在,我一路就是5年,相信还会有下一个5年。 而她花花95后,主页,项目经理,副业,烘焙师2015年,我参加了一个LGBT和唱团,有次团里组织聚会野餐,每个人必须准备一个拿手好菜。 我也不知道做什么好,就尝试按照网上的师傅做了杯子蛋糕,因为是第一次做也没报什么信心,没想到反响超级好,被一场而空。 甚至接下来有人过生日也想请我做蛋糕,虽然只是向征信出了原材料的钱,但是还是很开心自己做的东西受到认可。 从此走上了副业烘焙师的道路,自己烘焙肯定比一般批量的甜品店成本要高。 但为了保证口感和招牌,我一般都不太计较一单会赚多少钱。 有人说兴趣不能变成工作,但我心里还是放不下烘焙,做梦都想拥有一家自己的甜品店,哪怕要到很多年之后。 而远远90后逐页,新媒体副业,广告文案又开始是一个朋友的公司。 他们没有找文案,如果接到类似的活就外包给我。 当时一听是广告文案,第一反应是,我哪做得了吧? 结果做了几次觉得,也就那样,主要取决于甲邦的要求。 比较有趣的是,我在他们公司是首席文案总监哈哈哈哈哈哈,还专门给我做了电子名片,另一个朋友辞职创业卖东西,让我帮他写推文。 他说我是公司联合创始人CDO,这样看来,我自己本职工作的title最小了。 所以,如果当你的朋友们陆续开始当领导或者创业,你就可以凭借本职的能力,设着对这些资源询问一定的支配权,挣点零花钱总是可以的。 而主任95后主业,产品经理副业,黄牛大概两三年前,有次自己去科比见面会,本来是跟几个朋友一起去的,结果见面会当天,朋友临时有事来不了。 一下子多出来几张票,本来我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,想把票卖出去,结果没想到票很抢手,最后是发了好几倍买出去的。 从那之后开始倒腾一些手机,票什么的赚点外快。 中黄牛最重要的是知道别人不知道的信息,我们有个300人左右的群,谁有信息都会发到群里,比如谁的演唱会比较火,怎样可以提前抢票,怎样提前选作。 今年的偶像练习声巡回演唱会,我提前花2600抢了两张票,转手6000就卖出去了,有时候,这一笔就顶得上我小半个月工资。 而火星小节节,90后逐页,洋七海外投资。 副业,区块链公司联合创始人商大学的时候,就接触到了区块链,因为自己倒卖游戏道具,要经常给世界各地供货的老外汇款, 又承受不起西联合PayPal高昂的手续费,相较而言比特币到账极快,几乎免费,那时候却有无可比拟的优势和流动性,就用到了,我主页也是做投资,加上懂一些区块链的基本概念,处内旁通吧。 公司成立的时间不长,加上我一共七个人,正式注册到现在也就半年,期间我大概拿了四十万吧,是主页的四倍,但不能保证一直都这么好。 合规问题,市场问题,技术问题还有区块链整个的大环境,都是我们无法预料到的。 身边的朋友很多都知道我的副业,公司领导也是非常好相处的人,只要不影响工作,把主页分内都做好就行,如果我和合伙人判断区块链的基础逻辑发生变化,这个副业也会收贪,回到主页上去,为了发展副业,他们付出了哪些代价? 为了进行副业,多数的受罚者,都牺牲了自己的个人生活,包括家庭生活,在这些故事中,一个又一个熬脸的故事,掉头发的故事,很痛苦但仍旧坚持的故事,深深打动了我们。 在瑞瑞妈90后,主页,基金投资经理,副业,时尚博主为了跟主页的工作平衡,我牺牲了很多私人时间,除了陪伴家人,我不看电视剧,不打游戏,拒绝了很多无线社交,虽然看似无聊,但只有我自己知道,一切都值得。 而此一八五后,主页,前互联网公司总监,副业,二手酒馆主理人县主页付出最多的就是周末了,原来的周末可以看书看展写东西,在做了酒馆之后就没有周末了,现在已经辞职,欧影在酒馆上了。 还有一点比较特殊的是,我付出了我的房子,开的第一家酒吧,其实是将自己住的地方改造了一下,在自己的房子里,周末酒吧开业,宣闹到半夜三四点,其实非常影响自己的休息,但我乐在其中,而富贵90后,住业,新媒体阵营,副业,便一解说因为平时喜欢看电影。 今年五月开始我尝试做自媒体电影解说,每天晚上回家也像上班一样,以前看电影是一种消遣,现在是一项工作,看片,想文案,配音,剪辑,一部两小时的电影中间要按无数次的诈听回放。 在二人三十岁主页,创业公司财务,副业,脱口秀演员,我现在基本每个工作日晚上七点三十分到九点三十分都在演出,少了很多休息和娱乐的时间,而且住的离市区比较远,晚上到家几乎都在晚上十一点以后,第二天又要上班,常常睡眠不足,想睡眠足了,就会迟到扣工资, 经常会因为早上多睡一会儿而迟到,或者干脆请假扣工资,最多一个月因为坚持到,透过将近2000的工资,自己也心甘情愿,毕竟自己不是铁人,不能把身体搞垮了。 二雷五六九零后主页,记者副业,摇滚乐队被厮守一个是时间,一个是金钱,上学那阵,下课练琴,逃课写歌,因为想到的音乐段子稍纵即逝,回家练琴也是一天半天的,最重要的是,因为练琴差点耽误了和对象的关系,上班之后,我们也会固定每周排练,一到两次,二到四小时。 大家都是在挤时间,另一方面玩音乐是个烧钱的兴趣,乐器,配件,音箱设备,小火器这些都不便宜,上大学那会儿为了买设备就差势裸袋了,不过作为一群朋克,我们对自己想做的事,还是有执念的。 在副业里,他们得到了什么?在这个问题中,收入和成就感变价齐驱,这个答案并不令人惊讶,收入是很多人开展副业的重要因素,而成就感则与钱文的兴趣却都形成对应。 很多受访者表示,入业并不能让他们感到兴奋,但副业可以,atrayrayma90后,入业,基金投资经理,副业,时尚博主我从年初开始运营自己的微博,到现在快十一个月了,虽然粉丝数量只有一万多,但是我知道,在每次觉得累了,是粉丝一直陪伴着我,鼓励着我,是我坚持的原动力。 通过做博主,认识了很多不同行业优秀的妹子们,结识了不少好朋友,感受到了来自家庭之外的一份温暖。 80后主演,公司才不复业,写交响乐,舞会钢琴,吉他,小提琴,每天练琴两个小时,三种斗乐,以前都是演奏名曲。 不过打算以后自己写曲子,也可能组一个弦乐队,这件事启发了我,我也觉得人要做创新的事,唱自己写的歌,弹自己写的音乐,我喜欢巴赫,我也想成为巴赫。 而团长85后主演,新媒体副业,德州扑克选手,2013年4月开始接触扑克,然后就做到了现在,5年投入了大概4500小时,平均每天2到3小时学习或参加比赛。 目前讲今年收入30万左右,没有特别计划,现在只是想不断提高技术,如果有一天想一边去世界各地旅游,一边参加各地的扑克比赛的话,可能会制作一段时间的职业玩家,人生在于体验吧。 而团长85后主演,公路员副业,婚礼主持人从收入上看,婚礼主持的收入依然比主演收入更可观,甚至是主演的好几倍。 但更重要的是,目前我很喜欢这个副业,每一次都可以认识不同的人,听到不同的爱情故事,然后用自己的表达让现场所有人去感受他们的故事,让新人去享受属于他们婚礼的整个过程。 打造他们的完美技艺,也是最有成就感的事。 与些人不仅是家一帮的关系,更是他们完美婚礼的打造者,幸福地道师,也是他们的朋友。 而小先生90后,主演,某互联网公司,运营主管,副业,区块链自媒体副业,是自媒体已经做了蛮久了,大概15年开始的,提出做副业的原因也很简单。 生活压力大需要一些额外的收益,去年区块链行业开始活起来,自己也开始研究相关的知识,扎根来做区块链相关的自媒体。 因为起不早,当时区块链领域的大V也就不超过20个,所以你有好的内容就能被人关注。 用了半年微博,粉丝从零做到了五万,粉丝和流量有了之后,自然别人就来找,算下来目前大概一年赚了工资的三倍吧。 很多人觉得区块链就是炒币,其实不是。 这个行业这个技术,真的需要媒体去普及。 关于副业,他们有怎样的经验和建议? 从上个问题可以看出,开展一段副业,并做好并不容易。 那么进行一段副业,值得注意的点有哪些呢? 兴趣,心态,时间管理,坚持,规划都是关键词。 看看受访者都是怎么说的,一从兴趣出发,而小先生,最好是自己感兴趣的领域,这样做起来会比较容易且开心,毕竟如果能获得粉丝和收入那最好。 但是如果不行,的话,也是在发展兴趣吗? 而陈奥乔,我觉得首先找到自己真正喜欢的,并且愿意去付出的,因为是副业,所以很有可能抱着无所谓的态度去做,这时候战胜度性很关键。 而卷卷,开展副业要保证自己有足够时间精力,光靠兴趣是绝对不可以的,刚开始可以靠兴趣,但如果一直只做你喜欢做的很容易流产,二不要影响的主页。 而阿花花,如果他注定是一个副业的话,还是尽量不要耽误主页,另外就是如果你副业干得特好,千万别让你周围太多人知道,不然少不了人好羊毛哈哈。 而韩先生,要有充分的休息时间,毕竟挺费神的,再就是与平衡与主页之间的关系,尤其是副业不怎么赚钱的时候,除非真的副业风生水起了,不然主页还是爸爸。 而小姐姐,如果你的副业跟主页相关,那副业还可能帮到主页,现在身边人都知道了我副业了也没啥事,用副业的身份别人认识,我还比较方便,对工作反倒会有一定帮助。 再想清楚再动手,如果在工作之余想开展副业,我觉得思考两点吧,第一是想一想如果做了这个副业,那么它最多能够花费你多少时间注意是最多,要把风险充分考虑到。 当然,如果你觉得你的主页本身无所谓,那就无所谓了。 第二,这件事,如果做成为一部分以后,如何继续? 比如你兴趣是然要组乐队,但是组成完过几次以后,就觉得没意思了,然而其他成员是想基于这个乐队好好干一番事业的,那你就是耽误别人了。 而随意,如果你真的喜欢这个东西,那就别犹豫,可能现在的各种条件,都不满足做服役的要求,但如果不做就一直不会有。 没有场地一开始,我是把自己住的地方改造成酒馆,沙发,八台的木板,甚至每一个酒杯,都是跟朋友一个个去逃的。 所以想好了,就去发挥你长大的令人发展的执行力,而背着吉他的蝙蝠女侠,对于现在想要开展副业的年轻人,我希望他们可以抓住机会,勇敢尝试,不去做永远不知道会发生什么。 坚持,坚持去做,坚持输出,坚持做正面优质,有意义的内容,可能这样不是直接赚大钱的方式,但是是最近的起时间考验最无愧于心的。 另外,不要为了追求虚的东西,而放弃了生活,跑开互联网,真实的生活才是最需要用心经营的,这与你想成就的副业一定是相辅相成的。 我想学习新技能发展副业,但不知道可以做什么。 与一百位副业青年联网后,我们发现,随着互联网正在消融各行各业的边界,加上年轻人对于物质消费要求的不断提高,以及不断提前的中年危机, 副业已经成为了越来越多人的选择和共识,但如何开展,如何做出区分性,怎样能运端得更好? 很多人还是非常盲目,这也导致了很多人的副业,其实只局限于兴趣,而无法做得更大,更出色。 在这个变化迅速的时代,依靠着原有的技能和兴趣,很难把事情做大,只有跟上时代的脚步,了解新趋势,学习新技能,才能抓住机遇。 在我们的受访者中,不乏自学区快联技术,算法编程,个人品牌营销的副业青年,他们也拥有比其他人更成熟的副业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!